昨天的网站11月15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含辛指数来说 又继续反复换局 收市升至62点至25391点 成交方面有1186亿 上升的股份只有700多只 下跌也有900多只 今天市场甚为换局 市场可能在观望着 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的市场会议 会议会在明天的香港时间早上才会有消息 所以观浪气氛相对比较浓厚 今天有些重磅的科技股 都是不太动的 腾讯升1% 今星期时间会公布业绩的阿里巴巴跌0.5% 京东升1.8% 市场在等待阿里巴巴业绩 虽然今次业绩来说 不会反映双十亿的数字 但是市场亦预计会有一个倒退的情况出现 在这个情况下 都是制约了大市的表现 再加上内房股今天也是活土 因为用创中国和用创服务都有减持 所以情况来说 两个股份都急错的 用创中国跌了11% 1516用创服务来说更加插了16% 反映内房的问题 虽然上个星期又炒回中央可能会有些松手 但是今天又再次赤回去 连其他内房来说都被拖累一下 虽然是1% 不算多了 6800 中海外跌0.8% 恒大跌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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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跌 早段来说,今天是曾经破顶上升高,去到3.81, 但到了这个位置没什么滴水, 中午过后连环急挫,收市还跌10% 报到3.29 另一只半身股252,未创机器人, 由252由8.53分拆出来, 今天来说是继续破历史新高, 收市升了10.5%,报到68.2 看到大市相当沉悶, 个别股份是炒股不炒市, 相信这种情况暂时要维持, 看到我成交这么疲弱, 入市异欲相当似博弱, 看看这几天有什么消息和业绩去推动大市, 今天收市分析暂时到此。